网络业者现在为了抢人财 打出优渥员工福利 准备要大举争财 像是免费的咖啡饮料 早午餐通通是公司帮你出钱 那么上一天班就有15天的年假 这么多的好康呢 就是看准了年轻人的活力和创意开出 这样的福利预计招募100多人 银行茶店还有咖啡饮料通通免费 手动足球还有投篮机 任你使用 这里不是活动中心 而是网络公司的办公室 就是你可以有免费早餐 然后就是可以随时就可以去拿一杯咖啡 其实大家在这边工作 有时候我们待很晚也都还蛮高兴的 从员工的心理打造工作环境 将办公室变成家 网络公司打出优渥福利准备征才 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大量的 以集中在雇佣年轻人为主 像去年就已经超过50%是30岁以下的同仁 那我们今年的计划会持续把这个比例更加扩大 准备扩大 征才打出免费餐点 加上配备智慧型手机 年假15天 还有旅游健身补助 超好康福利 预计招募100多人 而足够也破天荒 预计征才百人以上 刷新历年记录 并鼓励女性工程师加入 淘宝网更开出 征才无上限 并鼓励大学新增人加入 为了抢人才福利越开越好 在薪水动涨的时代中意外成为焦点 介正影响您士刚台北报导 规自 靡 can 靡 靡 感谢观看